沒有講的 全部壓 沒有一個例外 同意吧 沒有講的 那陳貝奇有沒有講 沒有講嘛 而且喔 有啊 他在臉書上 我跟你講喔 他在法律上 根本是謀殺親夫 你知道嗎 他話講太多了嗎 真的啊 我剛剛講的比較緩和一點 我覺得法律上 生活上我沒有意見 他這樣會害慘 他老公就對了 怎麼害慘了嘛 這個老婆怎麼話這麼多 他為什麼忍不住啊 這麼多話 臺語講什麼 就是很精密 精密能幹嘛 這些人都過頭了 他不講話會死掉嗎 你不必去PO這種文 而這文章的內容 很簡潔 也不像他PO的 別人幫你PO文 不管PO文的內容怎麼樣 表示你的靈魂身體是被控制的 這很危險 今天你只能相信你的律師 他有沒有可能今天想要換個文題 佩奇啊 就是我平常寫散文寫慣了 我有時候想寫個詩啊 這個這個不是 這個是這個叫這個叫什麼 社會寫實片 不是詩好不好 可是這個這個刀刀見骨 寫得很簡潔 所以他委任這個拉斐爾的律師事務所 搞不好那律師現在 我手在發抖 對我沒有叫你發文 你幹嘛給我發抖 我是親其人 我就不要 我就把他退案子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不受規範的被告嘛 你不僅不受規範 而且你還不是聽我的 你還聽黃珊珊的 你們律師應該很怕碰到那種不受控的 應該說我們會很害怕不受控的被告 特別像陳佩琪這種 很喜歡自己發文 但是如果今天他來委任是證人 我說的錢會比較 價格會比較低 他轉為被告會再增加律師費 如果被羈押 律師費再更加 那如果 如果亂發文又不加錢啊律師 律師是希望他被羈押的意思 所以律師 看下俊啟仁的臉書他就有寫了 俊啟仁的臉書他有解釋 他說他現在他們只是一個證人 所以我能提供的也不多 只是法律資訊 但是他可能預計他未來會成為被告 所以會先去問 熊大問你 是不是很貴的律師 律師就在羈押禁件之後 他去一趟連車程都算 一小時要三五萬塊 基本上離開事務所 就馬表就按下去 對啊 所以羈押越久 對律師來講 律師費是收越多 律師可以去一次要搞 搞掉幾十萬 有可能 對啊 很貴 誰跟你說錢是問題 然後陳佩吉件發文 就是說 但大家疑問還是很多 因為他們家的講法 常常說他的醫生救人無數的手 然後要不然就是 我在臺北市場是那個 歡樂多少的讚 我聽了好多遍了 對已經聽了很多遍 而且他都沒有回答 大家的疑問說 那個一五零零二零零 然後這些錢的這些部分 而且他直接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就是那個 我去這個被約詢的時候 檢察官問我的 我要請教一下消息 你判斷他真的會變成被告嗎 會啦 我跟你講 很簡單講就是 請問這個阿伯 阿伯 這個他第一次的時候 被詢問的時候 是不是無保警匯 那現在呢 現在壓起來 請問彭正誠第一次來 是不是無保警匯 那現在呢 非死即傷 所有被傳的 只是時間的第二次第三次在看 最親的是誰 還留有詮釋的是誰 李文娟 中保對不對 那李文娟還可能講了一些東西出來 沒有講的 全部壓 沒有一個例外 同意吧 沒有講的 那陳貝奇有沒有講 沒有講嘛 而且喔 有啊 他在臉書上 我跟你講喔 他在法律上 根本是謀殺親夫 你知道嗎 他話講太多了嘛 真的啊 我剛剛講的比較緩和一點 我覺得法律上 生活上我沒有意見 他這樣會害慘他老公就對了 怎麼害慘了嘛 這個老婆怎麼話這麼多 他為什麼忍不住啊 這麼多話 怎麼 CAM卡是台語講是不是 就是很精明能幹嘛 這些都過頭了 他不講話會死掉嗎 我覺得像以前 我講個小很好笑小故事 以前議員 我不要講他什麼名字 他十秒不講話 他就自殺了你知道吧 那他坐我車一直講話 什麼意思 用磁器 小心點 我們直播 真的 那我開車 開車旁邊一直講話 我就想都快撞電線桿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話 我一分鐘 賭一萬塊 你不講話的話 一分鐘不講話 我給你一萬 又講話你給我一萬 結果打成平手 他忍不住 你才怎麼樣 這樣 這樣也好 就是基本有些人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覺得佩奇 就是不講話會難過 太難過 全身全身發癢 他不講話 我跟你講 好 那再拉回來 你確定還是要跟這個當閨蜜嗎 黃珊珊 你們有時候 你們你老公跟你自己 跟黃珊珊的這個 那個叫做法律的利益是相違背的 那你今天黃珊珊有多聰明 都禮拜三 你本來禮拜三傳他 他說願會 願會讓你請 在政治上 我覺得北檢都在讓 那請問這個 這個東西像辯論一樣 後獎是不是佔優勢 你陳佩奇就先講了 我就知道 而且講完以後 陳佩奇還跟他講 跟他講以後 跟黃珊珊講 黃珊珊知道陳佩奇講什麼了 然後這個我禮拜五 再去面對檢察官嘛 這樣對 這樣對陳佩奇很不利耶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整個形勢當鄧下 而黃上的時候 我就副市長機 那就讓阿伯 怎麼樣 從天堂墜入地獄 你覺得黃珊珊 角色這麼的重要 他所有的事 我問你二零零二零零一九年 他出了什麼事阿伯 沒有吧 還連任成功 到二零一四到二零一八 打敗丁手中 他所有事 二零一二零一八 連任開始 那請問黃珊什麼時候當副市長 我們等一下會好好的戲台 像黃珊 我們先focus在佩奇的文 再回到陳佩奇 陳佩奇拜託 你不必去po這種文 而這文章的內容 很簡潔 也不像他po的 別人幫你po文 不管po文的內容怎麼樣 表示你的靈魂身體是被控制的 這很危險 今天你只能相信你的律師 他有沒有可能今天想要換個文題 佩奇 就是我平常寫散文寫慣了 我有時候想寫個詩 對 這個不是 這個是這個叫這個叫什麼 社會寫詩片 不是詩好不好 這是這個這個刀刀劍骨 寫得很簡潔 所以他委任這個拉斐爾的律師事務所 搞不好那律師現在我手在發抖 對我沒有叫你發文 你幹嘛給我發抖 我是慶奇人 我就不要 我就把他退退案子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不受規範的被告嘛 你不僅不受規範 而且你還不是聽我的 你還聽黃珊珊的 你們律師應該怕碰到那種 不受控的應該說我們會很害怕 不受控的被告 特別像陳佩琪這種 很喜歡自己發文 但是如果今天他來委任是證人 我收的錢會比較 價格會比較低 他轉為被告會再增加律師費 如果被羈押 律師費再更加 那如果亂發文要不要加錢 所以律師是希望他被羈押的意思 所以律師 你商業考量 你看一下慶奇人的臉書 他就有寫了 慶奇人臉書他有解釋 他說他現在他們只是一個證人 所以我能提供的也不多 只是法律資訊 但是他可能預計他未來會成為被告 所以會先去問 熊大問你 是不是很貴的律師 律師就在羈押境界之後 他去一趟連車程都算 一小時要三五萬塊 基本上離開事務所 就馬表就按下去 對 所以羈押越久 對律師來講 那羈押境界 結果律師可以去一次要搞 搞掉幾十萬 有可能 對啊 很貴 誰跟你說錢是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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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